Hello guys,欢迎大家再来我们的频道 然后不知道大家住在地球的哪个部分 因为如果你要是和我们一样住在南半球的话 应该已经能感受到冬天的寒意了 就是每天早上我们的车都是这个样子 都整个的挡风拨累都被冻住了 就是南半球现在的气温晚上 基督城的气温已经晚上肯定是零下了 然后这才五月末 还有六月七月八月三个月 应该七月份是最 然后再加上晚上黑天黑得很早 我们下班之后基本就全黑了 所以说我们户外活动的时间就蛮少的了 就只能周六周日给大家带来 可能是我们出去玩或者是去看房 或者是修车的视频内容了 因为我们的频道在周一到周五要上传视频嘛 所以说我想了一下我们可以在室内给大家拍一些视频 然后之前一直有很多的朋友问我 我的视频的音乐是在哪找的 然后如何找的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来教大家一下我的音乐都是从哪里找到的 然后做视频的话分为两种 一种是指在国内视频 就是中国的网站 又酷啊 bilibili之类的网站传视频的话 你就可以在网上任何网站搜索音乐 因为没有太多的版权的限制嘛 但是如果你要传YouTube 你就要很注重这个copyright 就是版权音乐的版权 不能可以瞎用 然后今天呢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iTunes里面的音乐 这里面就是我所有的音乐分为几个部分吧 第一个部分是这种大家能看彩色圈的部分 这是第一阶段 然后剩下的第二阶段 然后第三阶段就是在这里 在这个里面 这是我第三阶段的 现在用的音乐都是从这里面挑选的音乐 我所有的现在的视频 所有音乐都是从这里面 这么长的格段 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三个阶段呢 也就是我做视频 获取音乐的三种方式吧 给大家讲第一阶段 就是YouTube搜索 搜索 搜索 no copyright 都可以 好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第一个最多的118万订阅的就是这个 no copyright music 他有很多点视频列表 他有很多更新也蛮勤的 然后他一共有超多视频 然后比如说我们点开第一个 比如说我们想在视频中用这段音乐感觉还不错 不错的话 就可以 展开 然后他有download链接 进入这个链接把音乐download下来就OK了 然后他写的license 大家一定要仔细读 仔细读一下 You are afraid to use this song in any of your videos but you must include following in your video description 就是你copy paste就行 把这一段话copy command c 然后command v 到你的video下面的description 你就可以用这段音乐了 还蛮简单的 就是第一种获取 no copyright music的方法 然后第二种就是进入我们YouTube的频道 创作者工作室 进入这里面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左面这一排有一个创作 创作音乐库和音乐政策 我们进入音乐库就OK了 就有音效 然后有免费音乐 还蛮多的 曲目只能我只能说是巨多 超多 所以说看一下 点一下 您可以直接使用这首曲目 并通过您的视频获利 就点比如说你先听 先听一下 你喜不喜欢这个音乐 如果你喜欢这个音乐 如果大家想在你的视频中 用这段音乐的话 就点击点击下载 下载之后 直接再把那段音乐拖到你的视频里 就OK了 然后这两种话都是免费的 然后第三种方法呢 就是我现在用的方法 就是第三种话的缺点就是 它不是免费的 它收费的 收费的话 一个月是15刀美金 然后相当于牛币20多刀吧 21刀牛币的样子 就是这个网站 这个网址 我网址会写到下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 它有很多 就 它主要是音乐很全 还很种的很多 然后更新的也是蛮快的 然后主要是音乐的质量还蛮好的 就其他的 我感觉这种音乐很多 但是找到我想怎么说 想插到视频当中的音乐还是蛮难的 还会费很大的功夫 这个网站的话它的音乐质量还蛮高的 它都会把音乐收集起来 然后根据不同的种类 弄到不同的音乐的专辑里面 比如说soft beats, new beats, tropical fields 大家基本看这个标题 这个音乐合集的标题就知道 它是具体什么音乐了 然后再看这个是hopeful的jimmy的 我一般会选择hopeful和happy it 比如说你可以试听一下 就是它的音乐很high 就是它的音乐是质量蛮高的 就是你听到一个基本就能用到你的视频当中 所以说就是为什么我虽然有前两种免费的 获取no copyright music的方式 但是我还是要花钱买这个怎么说版权吧 然后买这种版权的音乐 因为实在是节省很多的时间 以上能给大家介绍的三种方法 就是我主要获取视频中音乐的来源的方法 然后现在主要是用第三种 每个月21块5纽币左右 然后一个月要做21个视频的话 平均做21个视频的话 那就一个视频的成本差不多在一纽币 这个样子 所以说我做成本做视频也是有成本的 然后这音乐我感觉花钱买这个 投资还是蛮必要的 因为会节省我很多的时间 然后第二质量还蛮好的 第三大家可能听着怎么说 音乐真的是在是我感觉在视频当中 占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吧 就是比如有个画面 你配不对的音乐和配对的好的音乐之间 你享受过来的感觉真的是差蛮多的 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要花钱 投资在这个背景音乐上面 这个网站的话 如果大家是那种只是想平时听音乐 然后不是下载 用在自己的视频当中的话 应该是免费听的吧 然后如果你是想做优趣视频 然后你就可以下载的话 每个它有几个选择 反正我买的最便宜选择15到美金 然后一个月就足够我用了 然后我平时做视频选音乐的话 就会从最新的这个音乐专辑听 如果好的话就下载 放到我的新视频中 如果没有好的话 我就会在我的iTunes里面 看之前下载的感觉还不错的音乐 然后听一首和视频比较搭配 我感觉比较搭配的了 就用就OK了 所以说我有这么多音乐 大家问我视频中用的哪个音乐 我是真的记不住 真的不知道 所以说大家如果对我的视频中的音乐 感兴趣比较好听的话 就可以尝试一下在这个网站上 找一下 然后实听一下 里面就会有我视频用的音乐了 OK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能够帮助喜欢我视频音乐的朋友 以及想做YouTube视频 不知道在哪里找音乐的朋友们吧 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音乐吧 然后我们下期见 拜拜